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股市意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的价格依然维持在1490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则在8000美元上下来回 石油价格有所反弹 目前一同美国石油报价约为54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在过去几年澳洲股市曾经热炒过的板块 包括了关于电动车汽车的离电池板块 之后又炒作过有关大马股的板块 那么在过去的12个月 上涨最多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金融科技股 包括涨幅最大的Afterpay 以及它的竞争对手ZIP 那么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澳洲的股市也会有这种炒作 包括甚至于像类似于像庄家割韭菜的行为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有关股市里面的炒作行为 首先我们要知道 所谓这个炒作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用专业或者客观的一点说法 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涨或者大跌 那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板块 要炒作它 是需要大量的人气资金以及参与者 单凭着一两家所谓的庄家也好 机构投资者也好 他们自己买 是不可能把这个股票和这个板块炒作上去 因此势必我们所说的 这之前一直是自称为受害者的散户 其实才是炒作板块里面最大的参与者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不要只是看着我是被庄家割了韭菜 其实很多人呢 在炒作的前期是赚了很多钱的 这时候都不说了 都觉得自己呢就是庄家和庄家一样 甚至于比庄家还厉害 我肯定不是散户 我是来收割别人的 结果往往到最后呢 这种这个应该说呢 越贪婪的人呢 到最后呢亏损可能会越大 那么其实呢 对于这三个板块 我个人觉得呢 包括了锂电池板块也好 大马板块也好 甚至于所说的 我们现在这个金融科技 他们的前景呢 都是各自有不错的前景 像这个锂电池 但是我们知道2020年 25年甚至于2030年 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都已经立法呢 将要停止生产汽油和柴油汽车 那也就是说未来几百万辆 几百万辆和几千万辆的这个汽车啊 都将会是电动汽车 所以说前景非常之大 但可惜的是 现在时间目前仅仅是2020年 距离到了这个2030年 可能还有10年 甚至于未来有15年的时间 那你愿不愿意拿这个股票 拿15年20年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至于大马板块 虽然炒作的很厉害 澳大利亚某些地区开放了大马种植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它不赚钱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赚钱 由于现在澳洲放开的 是大马的种植 生产出了这么多的产品 但是卖不出去啊 毕竟现在大马在澳洲 依然是属于违法的毒品 即使是医药用量方面呢 也非常少 2400万人的人口 除非是开放了使劲息 要不然的话 生产出来这么多 是绝对不可能卖得出去的 但其实金融科技板块呢 在过去一年上涨这么多 其实它对于 对比一下之前的大马也好 或者锂电池也好 它是有着已经存在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说的 先买后支付 或者叫提前消费 那么对于在英美 包括澳洲发达国家来说呢 这个信用卡啊 实际上呢 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当地人的血液之中了 所以提前消费 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因此像这个Afterpay也好 ZIP也好 他们实际上呢 并不是要拓展新的市场 而是于在原有的提前消费市场里 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这就使得它占有了非常大的优势 对比这个还原本没有市场 而期望它有市场的电动车 和大马来说 这个先支付 先购买后支付的这个市场 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那么它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是来自于它 目前扩张过快 而投资者觉得它的盈利能力 不一定能跟得上它的扩张速度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 充斥着这个金融市场板块的 就是曾经一度想要 非常以440亿美元上市的 共享工作 叫WeWork 最后呢 没有上市成功 而且它的股价 或者说它的估值 是暴跌了90%之多 从440亿美元 下跌至了30亿美元 这么大的下跌 也使得大家对于快速扩张 以资本来换市场这种模式 产生了很大的担忧 担心呢 像类似于Afterpay 会重蹈 WeWork一样的负折 后折 后路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 虽然说Afterpay 已经拓展了澳洲市场 欧洲市场 美国市场 但是有关它什么时候 能够赚钱 依然目前呢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所以说对我 在我看来 目前它没有赚钱 股价37澳元 当时已经说过好多次 是我觉得是严重的虚高 但是如果它能够开始赚钱 即使是赚1万10万 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那很有可能 它的股价将会迎来第二个春天 那么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们来说说看 今年剩下的两个月 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新闻 我们知道2019年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 目前呢 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到圣诞节之前 12月24号附近呢 现在刚好是两个月 很多投资者呢 觉得剩下的两个月 基本就没戏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并不是这样 在剩下的两个月中 实际上有很大的新闻 潜在的新闻 第一 就是10月31号 有关英国最终 是不是能顺利脱欧的新闻 一旦脱欧 不管是硬脱欧 还是软脱欧 对于英镑来说 都将是一波前所未有的上涨 第二 在11月中 在智力召开的G20峰会上的 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再次碰面 如果他们能正式的签订 有关贸易战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或者说带来一些贸易争议的更新 那么将会使得欧美 包括澳洲的股市 有着更多一波的上涨 所以在未来的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两大新闻 一 英国脱欧 第二 G20中美高峰会谈 这两则新闻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未来两个月甚至于半年时间的 外汇和股市的走势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主页官网搜索我们的视频 另外如果有兴趣参加未来我们在悉尼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 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再现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